大家好,我是Pyga 最近這幾年,日本多了很多年輕的女士落入封塵 前幾年會以為是因為疫情期間,令到很多女士失業所導致 不過再深究問題的原因的時候 就會發現可能涉及到部分女士個人背景上的家庭暴力 又或者有些女士個人的問題是因為沉迷於牛郎夜店所導致 所以他們就成為了這個新宿歌舞伎丁的東橫階童又或者是年輕流鷹 同一時間有很多從事這個行業的日本女性開始將這個目標轉移到外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外國做買賣所能夠賺到的報酬遠遠高於日本 而且日本女士在海外是非常渴視的 有很多男士希望能夠跟日本女性共度春宵 現在就在日本國內有一些中介人士透過網絡吸引這些相關行業的少女去海外賺錢 是成為了一股風氣 亦都令到有很多國家將它視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最近幾年的確多了很多日本的年輕人離開日本去海外尋求機會 但除了普通的打工度假方式之外都有這種不良渠道 最近就有媒體採訪了一位因為曾經是一直沉迷於牛郎夜店 而無法自拔成為了職業少女的一個女士 後來她就經中介人介紹之下 曾經是到訪過澳洲、美國、韓國三地做交易 而她就向記者表示出國做買賣最高能夠賺出一個月600萬日元左右的報酬 她經中介介紹之後就以這個旅遊簽證入境當地 然後就跟其他日本女性共同生活在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就成為了她之後在這個國家做交易的場所和日常生活的空間 而這位少女之所以是要賺皮肉錢的原因 剛才說了是因為沉迷於牛郎店 她就經常出入牛郎店和會高價消費 比如說訂購500多萬日元的香檳塔 然後因為這樣欠債務就只能從事這些工作 她就跟記者說對比起日本國內做同樣的工作 在海外的話工作模式相對比較自由和沒有太多束縛 但當然這樣做是犯法的 即使當地基膚交易這件事是合法的也好 但一個外國人以旅遊簽證入境工作本身就是違法的 因為很多國家都面臨著這種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以日本女子最為頻繁這個問題上 所以機場的入境海關對於一個單身一個人的日本女子入境的時候就會更加敏感 當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很多日本女士都會被海關要求去到旁邊的獨立室被追查質問 就算有些女子口硬說是來旅行也好 但也會被這些入境處的工作人員拒絕入境 所以這些中介人士會事先告知這些需要出國賺錢的女士 通常叫她們入境時不要穿得太過花枝招展又不要打扮得太過漂亮 盡量以這個樸素老土的造型入境 當然就不要用一些名牌手袋 而受訪少女雖然三次出國都很順利 但跟記者強調就不會再考慮出國工作 因為背後有很多難以預計的危險狀況 例如外國人都會普遍認為日本女士非常順從不會反抗 所以在進行交易的時候 有些人會做很多粗魯的行為 而且有一次她曾經試過 接一位似乎處於一個精神朦朧狀態的客人 而在過程當中更加企圖要捏頸令到這個少女窒息 這個少女表示 當初介紹工作的那位中介人 就算發生什麼事都不會嫁入調停事件 某程度上都可以想像如果事件是搞出人命的話 我想那位少女最終都會被消失 諸如此類的狀況令到少女產生恐懼 就不願意再出國做買賣 好像這樣的狀況 海外入境當局就嚴格把關 日本這邊也不是說沒有行動 例如日本政府會想辦法打擊這些非法中介業者 又或者是打擊牛郎店違法營業的手法 會嚴厲監管他們不要勸一些沒有錢的女士 扣入一些高昂的香檳服務 但這個做法有沒有效果就有所保留了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日本的愛情動作影集都將女角色描寫到千衣百順 任勞任怨 而且這些影集在海外都非常受歡迎 某程度上我覺得是會令到部分海外觀眾 會誤以為日本女性就是這樣的狀況 是會誤會地覺得日本女性非常開放 又或者是會藐視日本女性也不一定 是會令到部分男士有一種特別的看法 另外最近在海外有YouTuber 在網絡上散播了一個非常荒謬的假消息 有一位叫做Tashak 的YouTuber 是擁有過百萬訂閱的YouTuber 前幾個月的直播上 竟然公開表示有很多日本女性 是希望得到黑人男士的種 而且還表示 如果黑人男士成功去到日本 令到日本女性懷人的時候 是可以從這個日本政府身上得到一千萬日元的報酬 那這位YouTuber就說 這個其實是日本政府希望解決 日本少子化問題的政策 而且日本政府是有委託他去宣傳這項政策 所以他就在直播上公開強烈地 呼籲所有的黑人男士 就快點去到日本溝女 那麼他在5月的直播內容公開了之後 馬上在網絡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很多是來自日本的留言 就反駁他這樣的說法 後來就過了幾個月之後 去到8月的時候 他又開了一場直播 就公開反駁這些hater 他就表示當時只不過是希望搞笑一下 他就反駁一些來自日本的hater 就跟他們說 你們有時間在留言攻擊我的話 倒不如快點去溝女 趕快去做人 去解決這個少子化問題吧 他也挺囂張的 而且現在這些公眾人物 是不是不需要為造謠負責呢? 同樣地有另一位 身為澳洲 有一個日本名叫做 何俠Mina的網紅 前一段時間他也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了類似的言論 希望愛國男士去解救日本 因為現在這樣下去的話 日本人不生孩子的時候 日本是會滅絕 不過後來就有日本網民發現 覺得這位網紅似乎不是日本人 有可能是來自韓國的後代 雖然他是日本名 例如在網絡上找到一些照片 拍到這位網紅在吃拉麵的時候 是用叉吃拉麵的 而且會經常用韓文發表言論 那到底這兩個外國人是為了什麼 發佈這種荒謬的言論呢? 另外這樣算不算是涉及到歧視日本人的問題呢? 算不算是藐視日本女性呢? 這種言論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頭腦簡單的人相信 是真的會因為聽了這些言論之後 打算去日本播種 甚至乎可能會涉及犯罪事件 算不算是助長歪風呢? 剛才提到的那位美國人YouTuber 過去他曾經用言論攻擊過另一位藝人 也是因為這樣而被對方控告 最終也是被法庭判罰400萬美金 這次他就侮辱了整個日本民族的女性的時候 應該就比較難控告他 感覺上好像被人當成是畜生的感覺的時候 我想日本這邊很多女士都會聽到這番言論 一定會很生氣的 不過有很多言論就對於影片一開始提到的各位少女 就認為他在鏡頭面前是假扮受害者 因為就是這種人 就令到很多日本的正經女士 在國際上形象受損 大家又怎樣看呢? 對於這宗新聞不妨留言討論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